我们今天在一起学习一篇文献 也学习一种病 叫Mando病 大家没怎么听说过 但是跟我们手术还有关系的 显微精索的手术 跟阴静背显静脉炎 什么关系 大家也正好可以看看 可能看不太清楚我念一念 这个病人的话 在好大陆在线找到我 说阴静精索术后 阴静的前表静脉曲张 然后他觉得阴静有缩小了 然后他就是这样一些叙述 然后他就想问 说为什么会这样 好吧 但是大家可能也会 他问了很多大夫 然后一开始的话 我对他也是这么一回答 我说你做的是精索的手术 阴静包皮的血流 是不通过精索进行的 是这个悲浅静脉 跟腐壁的静脉 跟手术微比有关系 但是他说他症状 很明显 夏天到了 静脉就瘴起来 很难受 那么我就问 我说腐壁和阴静师 我做过什么手术 然后后来的话呢 他也大致回答了一些 我呢也没有真正见过这个病人 但是的话呢 我呢就给他去查了查 因为我觉得可能获取 又有点问题 我觉得主要检索嘛 主要是阴静的静脉 跟Voricocele 就是静脉静脉曲张 OK 大致看了一些 其中呢 有一篇文章啊 引起了我的重视 这篇文章讲的是什么呢 是2011年发表的BJU上的啊 发表就是 浅表阴静背静脉血栓 好吧 阴静背浅静脉血栓 这个就是 就是 浮舞沟下 就相对于我们说的 外环口水平的 精硕静脉的结渣 然后呢 非常有少的人知道的病化症 大家没怎么关注过这个事情 就是 阴静背浅静脉血栓形成 没听我们听说过 对吧 哎 很少听说过 那么 这篇文章的话呢 我觉得 引起了我的重视 后来我把它下载下来 啊 是 这么一篇文章 呃 2010年啊 最终发表的 好吧 那么我们 我们正好看一看 怎么回事 这个呢 是 搞完 精锁 对吧 回流 很多时候的切口 我们的选择 正好呢 是选择在 外环口水平 有的人甚至在高一点 对吧 外环口在高一点 如果你选择阴囊啊 那问题不大 但凡再比阴囊顶部高一些 OK 那出现一个问题 啊 这是阴静背浅静脉 对吧 阴静背浅静脉的话 我曾经跟大家说过 我们在做这个 光阳灯增大的时候 以及 在做 这个 呃 就穿刺点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过 我大概百分之七八十左右的 阴静背浅静脉 是从左侧回流的 对吧 OK 看这张图也是 这个 这张图也是 看没有 它也是从左侧回流的 而这个 左侧回流 这支静脉 这个在阴静根部 还叫阴静背浅静脉 在往下走的时候 它实际上跟 腐臂的上静脉 呃 下腐臂上静脉 它就回合在一起 而这个 这个静脉 最终会回流到 左侧的 卡 卡外静脉了 好吧 那么 你如果做切口 经常在这个位置上 要切一口 它正好在 镜索的 下边 好吧 你一做切口 得 正好呢 就把它 给截扎了 好吧 好 看这个切口 没有 这个切口 如果 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 对吧 你没有这样的认识 那么你下来 你一切 哎呦 发现就出血了 出血 你认为就是一个表浅的静脉 但它实际上是阴境被浅静脉的回流 那么你在阴境被浅静脉 我们能看到它 我们一般不动 但是呢 它在回流的时候 发现 这个在腐臂的地方 你把它截扎了 对吧 OK 那腐臂截扎之后 就会导致阴境的被浅静脉曲张了 那么也叫阴境被浅静脉炎 也叫阴境被浅静脉的血栓形成 因为结来之后 它会肯定会有微小血栓的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疾病 就会使得病人啊 会觉得不舒服的 他老觉得静脉曲 被浅静脉曲张 好吧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呢 叫做Mandle病 或Mandle静脉炎 这个病毒没怎么听说过啊 它就有 所以我就说 什么时候 我们 就是中国的医疗水平 到底怎么样 那 有一种观点认为 我们 一天看多少病啊 对吧 我们一天 有的人 是不是一上午看100个号 对吧 有些人这么去说 但是呢 你虽然看了100个号 你看了10年 你可能无穷多的病人了 但是我们会发现 这个内科学 外科学这么厚的书 却没有 也不能说没有啊 极少有中国人命名的综合征 对不对 我们可能看到过 什么马凡综合征 对吧 卡尔曼综合征 Killin-Felter综合征 一大堆的各种综合征 少说的上千种 都是外国人命名的 有少部分是日本人命名的 对吧 有几个中国人命名的 很少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啊 没有特别去在意 一些细小的问题 对吧 你认为 筋魂静脉曲张 做了显微手术 已经很规创了 后来一定被浅静脉曲张了 不是问题 你如果没有深度的去 细揪一下 它为什么会曲张 对吧 你不知道 这个怎么就能出现 这么一系列问题 然后你接下来的话呢 你就浅尝折止了 失去了一次 提升自己 专业知识的 这么一个水平的机会 所以呢 你说我们 如果没有这样的深度思考 和减速 你是不可能回答 病人这个问题的 好吧 所以你也不可能知道 什么是Mandle病 什么Mandle静脉炎 对吧 它的怎么回事 那么要知道啊 人家Mandle是什么 是1885年出生的 好吧 是我们现在很多大夫 可能1985年出生吧 所以100年以前的人 他就已经发现 好吧 在你这个 如果被浅静脉 结扎之后 他就已经能够出现 这个问题 而我们现在很多人 都不知道这个事 好不好 所以你就发现 我们的探索精神 我们的刨棍问题精神 跟人家相比 是不是要差很多 对吧 所以我觉得 还是要保留一个 谦逊的态度啊 多去学习 那么我呢 就把我找到的 好吧 以及这个 我这些 呃 呃 就文献啊 发给他了 好吧 他呢 这么去回复我了 说我跑过很多医院 大夫都说不用管 观察 问的稍微多了 就说我心里有问题 咨询那么多医生 就你能说出过 所以然来 拜托医生救救我 这病死不了人 可弄死 可可可 可弄得人想死 哈哈 他说 国内的医生 难科的东西 并没有深入的了解 都只是解决眼前的问题 要么用药挡着 甚至给我开启通药 大环境对这些疾病 都有一些忌讳 有些大夫还用鼻的眼神 看着我 所以求求大夫救救我 只有你愿意深究原因 哈哈 然后 当然了 这个实际上是病人的 他的一个内心的感受 我也很庆幸 我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机会 去检索到这样的信息 跟大家去分享 让病人知道 但是我们从治疗上来说 不是说 OK 我再给你把静脉接上 不是了 但一旦雪山形成之后 它可能慢慢慢慢 它会萎缩一些 它会有其他的 侧值循环就走了 刚才我们看到 它有很多汇合 它走其他的汇合再过去 你就不用再处理了 如果它的确有些不适感 实际上我可以有一些 比如像这个糖皮质激素少量的 用一段时间 好吧 然后减轻它那种静脉炎的作用 用一些中程药 缓解症状 它们慢慢是可以好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告诉病人 对吧 你是怎么一个回事 那人家还是不能够 对你有充分的这种信服 对吧 所以我们还是要多去了解 病人的这种 这些问题 这个呢 但是我在YouTube上面检讨的一个视频 好像是英联邦的一个医生吧 他大致讲了讲 Mandle病 我就不太多说了 我就不太多说了 那我们平时怎么去对面这种 探索向下 对 你要知道 它的 它的那个 静脉回流啊 静脉回流的话的方向 背浅静脉一定得是在这个背 到硬根部之后 它在向左转 对吧 然后横向的过来 明白吧 所以的话呢 你如果就在阴静这个水平 它实际上就是在外环口 再往上去开口了 有的人喜欢这样 好吧 有的人喜欢说我在这个外环口以上这个水平 我开个口 我们之所以不太建议啊 一方面是这个 这个 避免损伤啊 这个血管 另外一方面是这地方的毛囊比较多 你做完之后老有些斑痕 它老是有一个硬结在那 好吧 你比如说我们就以这张图为例 你看这地方它有很多毛囊 你做完之后 它如果我们也想让它这个 这个地方 这个别有毛囊 别有硬结 我们就要把开口往下旋 正好呢 就在外环口水平 阴囊皮肤这一点 你这样的话呢 它呢 没有这些毛囊 同时也避免损伤这个静脉 好吧 然后呢 去去做 这样实际上是比较合适的 他们对于被浅静脉 比如说曲张了什么的 他观众不太多 不太多 而做很多精索的人 那都二三十岁的男性 对吧 他们对这种细微感受的观察呀 其实是比较多的 这是细微感受的变化 实际上这个问题有很多 但是导致患者 眼中的不视 可能会相对少 对 因为一般这个地方 常用的一个 不懂手术的情况 对 我们要想做微创嘛 对吧 那么你就尽可能的把损伤都做到最小 对吧 那天我们看看从那个地方 外环口 下方怎么横过来 然后先向左侧 先横 然后再偏 对 纵向就可以 纵向就可以 背景脉的走向 对 背景脉走向 那天我们不是分出来了吗 嗯 就那天做 对 分了一个前方 百分之七八十 它都是向左回流的 有少不能向六回流 好吧 那都吃不 那都吃不上面做一切 很新的切口 你有可能把它切到 那尽可能啊 尽可能的别太靠近根部 你太靠近根部了 贴着皮肤走 那有可能啊 对吧 得注意这个地方有一个血管 对啊 例如说 你做了一个学生大力端 嗯 切一口 对啊 尽可能的嘛 所以说还是 仔细仔细 对啊 这些东西啊 这个你有时候看 看手术 没有我们这样系统化 梳理的话 你觉得 切个口 做就完了 不是 还有很多细节 这些细节 有些时候在手术上 未必来一输 但如果我们坐下来 一起谈的时候 对吧 有经验的医生的话呢 会告诉大家 这些细节问题